实弹射击,国军使用T-91步枪瞄准把心 不过这种军械现在却传出管理疏失,有枪击部分遗失 海军陆战队指挥部所属陆战99旅实施卸弹检查时 发现T-91步枪、枪击部分短少两件 军方立刻成立专案小组调查,移送司法侦办 同时也通领管辖单位全面实施枪械清查加强内部管理 只是一波未平另波又起 海军校准部3月6号、7号这两天在实施装备转换常备的检查时 发现一把点似乎手枪有异常 经过确认真枪居然被调包成模型枪 当下随即扣下那把枪并把案子移送,司法侦办 我们的原本的装备有减少吗?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成立专案小组 就是整个会做一个同盘的一个检查跟调查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一起屏东县命队 可以来做一个实施装的检查 夸张了一点啦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的 真枪流去哪还在调查 只是海军一连爆出两起军械管理疏失事件 军纪的管理是否松了螺丝 也让外界打上一个问号